东航的V330它的这个布局呢跟俄航不太一样 它这个超值经济舱跟经济舱就是用这个小的这个隔的 但它的空间倒是还是蛮大的 俄航那个超值经济舱是等于是独立出去的 跟这个头等舱商务舱那种就是完全独立出去 然后知识经济舱就是再宽一点 是东航的这个商务舱没有俄舱的这个商务舱 说服机型的一样它这个商务舱就是比较多 仓位比较多但是空间相对要小一些 现在到了树谷机场了 还是几乎既往的买 现在是空间的货币 就是说服机型的一个人 就是空间的地方 就是空间的地上 然后是空间的地上 还有空间的地上 但是空间的地上 就是空间的地上